经常掏耳朵 小镇上有一个活泼的小男孩 大家都叫他小明 他聪明好习 活泼开朗 是小镇有名的小明星 但是他也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就是喜欢掏耳朵 有时候用手指掏汤 有时候用爸爸的瓦尔勺汤 如果一天不掏耳朵 他就感觉痒痒的 有一天小明在家很无聊 一边看电视 一边又开始用手指头挖耳使 哎呦好疼啊 小明突然叫了起来 一看手指上有血 背下的惊慌失措 耳朵听声音也觉得嗡嗡的 妈妈赶紧带着小明 去了医院进行各项检查 医生叔叔在检查了过后 告诉小明 他的耳朵里伤痕累累 都是小明经常掏耳朵导致的 现在只要稍有不慎就会出血 医生叔叔还告诉小明 耳屎是由一种叫做叮咛的耳道分泌物 与灰尘皮屑混合形成的 耳屎富含油脂 可以在耳道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抵抑细菌病毒侵害 可以阻挡外界灰尘脏水进入 可以过滤和缓冲传入的声波 保护骨膜不受伤 随便掏耳朵会加速耳道内死皮脱落 让耳屎越来越多 手指甲或接利物 可能会划伤外耳道皮肤造成感染 盲目掏耳朵可能会误伤骨膜 导致听力下降甚至失聪 听到这里 小明不由地害怕起来 原来经常掏耳朵有这么多危害 小明对医生说 我再也不乱掏耳朵了 可是小明又好奇 那耳屎多了怎么办 医生叔叔告诉小明 别担心 我们的耳朵有天然的清洁功能 耳屎会悄悄地从耳朵里滑落出来 如果耳屎又大又硬出不来 可以找医生帮忙 小明记住了医生叔叔的话 再也不乱掏耳朵了 回家后 小明更加爱护自己的耳朵 用耳朵去倾听生活当中 那些美丽的音符